第二个字 欲望 明 你看吗 今天我不要讲什么明 大家看了那个电视报导 在前美 在这里他用东森新闻的那个报导 他们在争什么 最近在争些什么 争的就是一个明 有人想上去 有人 要拉他下来 一个在拉 一个在那边挣扎 他坐他的位置 他不愿意下来 那底下的人在拉他的脚 要他拉下来 这个新闻上大家都看到了 这是为什么 是明 为 再来呢 就是我刚刚讲过的啦 大家这个忍饥 挨饿在这个西雅图雷藏寺啊 最近好一点啊 就是吃的好一点 食 有人吃的很好 他一定要吃这个排斥 一定要吃燕窝 那么一定要吃这个 我搞不清楚 因为太美食的 我都不太清楚 我不懂得吃啦 我是有什么我就吃什么 大家知道我允饥五年半 我吃什么 三样青菜 两样荤食 很少的 一个大锅汤 五十块台币 一餐 我是五十块台币一餐 美金一块多 一餐 我是这样子吃的 吃了五年半 我刚回来的时候看到我 有人看到我 好像看到鬼 非常地消瘦 现在已经稍微恢复好一点 稍微好一点 不然我很瘦了 瘦到 有人看过我 是有人看过我 我就是讲说 我不是卢森院啊 我姓马 我叫马先生 因为是那个 Master 所以叫姓马 那么有些人说 你明明是卢森院 认错了 我是卢森院的弟弟 卢森院比较Fat I'm skinny 他说 对啊 卢森院Fat 在电视上看起来 他面孔很圆 像那一张面孔一样的 像那一张面孔一样那么圆 我那时候很瘦 所以就变成 这个卢森院的弟弟 其实卢森院没有弟弟 这是识 最后一个就是税 你要说税民 大家都很喜欢 其实密教把这个欲望啊 变成法 一般来讲 所有的险教是拒绝这五欲 财色民实税 拒绝 不能有财色民实税 变成一种借力 离开财色民实税 才是真正的修行 说得对吗 对 没有错 要离开财色民实税 但是呢 反过来讲 在密教里面 把它变成修法 财 变成财神法 大家知道有很多财神法 有财神的祖父 财神祖母 财神爸爸 财神妈妈 财神胸 财神弟 财神姐 财神灭 还有财神的儿子 很多财神 密教有很多财神法 统统都来了 还有五路财神 八路财神 以后有十二路财神 百路财神 这个就变成修法 密教有 把欲望 转成修法 社也转成修法 就是双生法 我以前在香港提过了 今天不敢再提 因为这个师父特登大吉有讲 他说 卢神燕 他把这个双生法 既然在香港这样子讲出来 用棍子把我打死 我也不敢讲 卢神燕敢讲 这就是我倒霉的地方 好了 不提了 不提这个双生法 双生法就是 社就是双生法 明 是什么法 明慰 满厌法 你修满厌法 可以得到明慰 实是什么法 实是供养法 供养佛菩萨的法 叫你在吃的时候 要懂得修行的方法 供养法 睡是什么法 是明光法 睡在光明里面 在睡明之中也能修行 就是明光法 所以显教跟密教的差别 就是密教把欲戒的法 也欲戒的所有的武艺 也变成修法 显教是绝对不许 绝对不容许 那么这两者的差别 你们其实是殊途同归 同样的到一个定点上 所谓密教 你能够修行密教 你就能够到异界天 异界的天堂 六亿天宗 很多密教的修行 到了六亿天 密教 六亿天宗 所得到的 原来是一个热日 热快乐 热 你说吗 银行的布置一打开 看见多一个灵 它就灵魂飘一下 这就是一种快乐吗 快乐本来是无形的 但是灵魂飘一下 就是很不简单 对不对 你今天 口袋里面没有钱 银行的存款都没有 刚才师母讲的 又是悲哀 又是痛苦 都是跟钱有关 你这个修行 你能够让你满足 让你快乐 欲界天就是乐 双生法是什么 一个字 乐 地位是什么 一个字 乐 吃是什么 一个字 乐 睡是什么 也是睡得很甜 很乐 一样都是乐 你到了欲界天 天堂 都是乐 我现在很简单的告诉你 欲界天 就是一个大乐而已 它的乐比较久 人间的乐 一刹那 一刹那就没有了 天堂的乐 比较久 但是也是会有玩的一天 在上级 射界天 射界天是什么 是喜 欢喜的喜 欢喜的喜 你禅定 打坐 修 四禅 八定 修行禅定 你会产生 法喜 我们 学佛人知道 什么叫法喜 离开了 欲界的乐 就得到 法喜 上升到 射界天 第二重天 就是射界天 那么这个射界天 这个射 不是表示 人间的 这个射 而是 它是光明 是一种 非常亮丽的光明 那一种射 是一种 无量光 那么 你能够修到 有法喜出现 禅定 有法喜 就是 射界天 有喜 射界天 是因为 你舍掉了 欲界天的乐 修禅定 得到了法喜 今天我们 修十轮金刚法 入定 入定的时间 很短 十轮金刚 降临在 师尊的身上 很快的 你就得到 法喜 因为你的 中脉 已经通了 它会产生光明 光出来了 显现光了 你就生在 射界天 一界天 是怎么修呢 气 在你的身上 能够运行 你得到了 那一种快乐 就是 一界天的乐 当你 这个 佛菩萨的 加持力 进入你的 身中 你的中脉 完全通了 这个光 产生了 光明产生了 静光产生了 你就得到 华喜 那个时候 你意见的 这一种 就没有了 所谓 这个财 赦 民 食 税 这一种 欲望都没有 你只剩下了 喜 所谓 这个喜 就是 禅定的 华喜 你吃什么呢 禅定的 华喜 吃什么呢 以禅业为食 吃的 就是禅定的华喜 当你 到了 社界天 以上 没有热 没有喜 你把 热也 抛弃了 把喜 也 抛弃了 剩下的 就是舍 舍 就是舍 不是 snake 那个舍 是 舍弃的舍 舍掉的舍 你把热也 舍弃了 欲倦的 欲望也 舍掉了 你把 禅定的 华喜 也舍掉了 你 进入到 五不 还天 五不 还天 第一个天 叫做 无还天 没有烦恼的 天 没有烦恼的 天 我在那里 碰到一个 地址 我们 生活的地址 生活中的地址 在 五不还天 那已经 差不多是 罗汉的境界 第一个天 叫做 无还天 这个 无还天 谁在那里 联品上市 我看到 联品上市 很惊讶 我说 你怎么在这里 我怕一条 你怎么在这里 你怎么在 五不还天 他告诉我 他 因为 他把 他原来有病 就是他的心脏 有病 每天都等着死亡 等待着死亡 他 这个心脏 有装一个电池 帮助他 心脏跳动 每天在等待死亡 他把死 看破了 把生死 看破了 把一切 烦恼 看破了 一些 烦恼啊 很多烦恼 很多烦恼 他全部看破了 生死 一如了 告诉你 一如 一如啊 你能够到一如 就到五还天 烦恼没有 为什么呢 烦恼就是菩提吗 菩提就是烦恼吗 这个世间的人 谁没有烦恼 任何人都有烦恼 但是你把烦恼 看成不是烦恼 你就成就了 烦恼就是菩提 他的病很重 心脏有病 随时准备死亡 他看破了 先生 他看破了 儿女 他看破了 钱财 他看破了 他所有的欲望 看破了 所以他在无还天 没有还恼的天 就是五不还天的第一天 就是无还天 他生死一如 看破 所以他生到无还天 无还天的第二个天 就是无热天 什么叫无热天 是不是天气 不能 也不热 刚刚好 就是无热天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所谓的无热天 按照我进去里面 我捷悟到的 我敢说的 就是因为 他有佛化两个字 就是图灯达吉 上师给我写的 自知众生 借厚字 自知众生 借厚字 这个厚 从哪里出来的 是阿 变成厚 是欧 变成厚 这个厚是什么 代表什么 代表众生 代表你的源头 代表你的本尊 代表你的佛法 我到了无热天 见到一个人 我们生活中的弟子 告诉你 莲花铁印 是刚才站起来 刚才站起来 合掌 他的哈斯曼 他在无热天 那是罗汉境界 在修的话 已经七向罗汉 为什么他会到 那个境界 因为罗汉教他 阿罗汉 他教他 众生 都有佛性 众生都可以成佛 所以七世成佛 不是假的 你受了十人金刚的贯点 七世可以成佛 你有一天 你会碰到一个人跟你讲 你本来就是佛 你一定可以成佛 只要你的机缘到了 只要你的缘分到了 你受了十轮金刚的灌顶 七世就可以成佛 莲花铁印在无热天 我碰到了 我说你怎么在这里 他说我本来就在这里 我说你写什么 他写什么呢 他写无声 没有声 我们哪里有声 因为你生了又会死 根本就没有声 很多的众生都是无声的 你在理上讲起来都是无声的 不是没有声音的这个声 是没有出声的这个声 因为生跟死 根本就是一样的东西 你死了也不是生吗 你生了也不是死吗 有生必有死吗 有死必有生吗 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根本就没有来 这世界上我根本没有来 留下什么 没有 你留下什么 你到底能够得到什么 没有 你到底能够留下什么 没有 你到底享受过什么呢 也是没有 那个有啊 都跟做梦一样的 根本就是梦 根本就是饭 没有的 所以他在那里写无声 他写什么呢 他还跟我讲 他写杀贼 杀贼啊 怎么搞得去杀贼啊 那哪里有贼呢 天下本无贼 天下有贼 你东西被偷了就是贼偷了 那个谁A钱啊 这个台湾人想想 某某某A钱 A钱就是偷钱啊 偷钱就是贼啊 怎么会他写杀贼 意思就是讲 杀掉所有的欲望啊 杀掉眼睛的欲望 杀掉耳朵的欲望 杀掉鼻子的欲望 杀掉舌头的欲望 杀掉身体的欲望 杀掉这个 这个意念的欲望 我不是讲吗 你摸到一个小嘴的皮肤 很细很白的 你觉得说 就有处热 处的一种快乐 处的一种快乐 我说你不要看啦 你用一个布曼 淹着啦 然后你手去摸啦 一条白猪在那里 你摸啦 你不知道那是白猪 你也有处热 等你看到是白猪的时候 就没有处热了 所以热在哪里呢 热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拿出来看啦 没有的 所以叫杀贼 硬供 上供佛菩萨 众生供罗汉 硬供 他消除八十二种思佛 思想方面的迷惑 消除了种种的迷惑 所以他在无热天 无不环天 当你舍得全部的干净了 就到了四空天 就是无色界天 就是无色界天 四空天 能够出了四空天 就成为菩萨 成为佛 成为阿罗汉 我讲这个 是什么意思 十轮金刚的最重要的意义 就是 你修十轮法 会把你身上的欲望消除 身体的欲望消除 你的光明升起 你的空性升起 把你的身体的欲望消除 把你心的光明显现 然后呢 你能够成就横在的佛菩萨 永远无声 就是阿罗汉 十轮的意义 就是别十轮 别十轮就是成就 外十轮就是虚空 内十轮就是气脉明点 所谓十轮 就是时间的济轮 时间像一个济轮一样的旋转 生老病 死苦 这样子转过去 全部吹破 就是十轮 就是十轮 什么叫做十轮呢 就是把时间这个济轮 给他吹破了 没有时间存在了 也就是横站 横 永恒的横 永远存在 就是十轮金刚 最终的目的 最终的目的 就是成佛 成菩萨 成就 声闻 成就元节 成就阿罗汉 这个理论是很高 理论 十轮金刚的理论是很高 你把遗忘 割除了 乐 舍掉 拔席也舍掉 把空也舍掉 连舌也舍掉 把心也舍掉 你进入永恒的 这个叫做涅槃 这个时候 不止你香巴拉净土 你可以去 华元净土 西方极乐世界净土 马哈双连池净土 奥明天净土 乌金净土 池明净土 弥勒菩萨的净土 任何一个净土 你都可以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